一把青 抗日胜利环都南京的那一年 我们住在大方向的人爱东村 一个中夏级的空军眷属区里 在四川那种闭塞的地方 煎熬了内心 这些年术 骤然返回那六朝金粉的京都 到处的古迹 到处的繁华 一派帝王气象 把我们的眼睛都看花了 那时候 韦成担任十一大队的大队长 他手下有两个小分队 刚从美国受训回来 他那一队飞行员颇受重视 职务也就格外繁忙 遇到要紧差事 常由他亲自率队出马 一个礼拜 都有三四天 连他的背影 我也见不着 每次出差 他总带着郭枕一起去 郭枕 是他的得意门上 郭枕在四川贯县航校当学生的时候 韦成就常常对我说 郭枕这孩子 灵跳过人 将来啊 必定有大出息 果然不出几年 郭枕便窜了上去 爬成了小队长 刘美去了 郭枕是空军的遗族 他父亲是伟成的同事 老早摔了鸡 母亲也跟着逼沫了 在航校的时候 每逢过节 我总叫他到我们家里来吃餐 团圆饭 伟成和我膝下无子 看着郭枕孤单 也常照顾他些 那时啊 他还替着清亮的头皮 穿了一身土黄布的学生装 举止虽然处处露着聪明 可是口角到底稚嫩 还是个魏京式的后生娃子 当他从美国回来 跑到我南京的家来 冲着我搜得进个军礼 叫我一声师娘使 我着实吃他唬了一跳 郭枕全身都是美式凡理定的空军制服 身上照了一件翻领相茅的皮夹克 腰身勒得紧翘 裤带上 漆成一个太阳镜眼镜盒 一顶崭新高速的军帽帽衙 正压在眉毛上 头发也续长了 漆黑油亮的发脚子 紧贴在两鬓旁 才是一两年功夫 没料到 郭枕竟出挑的英气勃勃 怎么了 小伙子 这次回来 该有些苗头了吧 我微笑着向他问道 别的没什么 师娘 倒是在外国攒了几百块美金回来 郭枕说道 哼哼 够逃老婆了 我笑了起来 是啊师娘 正在找呢 郭枕也朝我呲牙笑笑 战后的南京 简直成了那些小飞行员的天下 无论走到哪里 街头巷尾 总碰到个趾高气扬的小空军 手上 扮了个衣着入食的小姐 潇潇洒洒 摇曳而过 谈恋爱 各个单身的飞行员 都在谈恋爱 一个月我总收到几张伟成学生送来的结婚喜帖 可是郭枕从美国回来了年把 却一直还没有他的喜讯 他也带过几位摩登小姐到我家来吃我做的豆瓣鲤鱼 事后我问起他 他总是摇摇头笑着说 没有的事师娘 玩吧吧 可是有一天 他却跑来告诉我 这一次 他认了真了 他爱上了一个在金陵女中念书 叫朱青的女孩 师娘 他一股劲的对我说道 你一定会喜欢他 我要带他来见你 师娘 我从没想到 会对一个女孩子这样认真过 郭枕那个人的性格 我倒摸得着一二 心性极为高强 年纪轻 发急躁 不免有点自负 平常谈起来 他曾对我说 他必得选中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孩 才肯结婚 他带来见我的那些小姐 个个容貌不凡 他都没有中意 我思度这个朱青 大概是天仙依流的人物 才会使得郭枕 如此心动 当我见到朱青的时候 却大大的 出了意料之外 那天 郭枕带他来见我 在我们家吃午饭 原来 朱青却是一个十八九岁 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 来做客 还穿着一身半旧纸桶子的蓝布长衫 金上 噎了一块白绸子手绢 头发也没有烫 抿得整整齐齐地垂在耳后 脚上穿了一双带袋的黑皮鞋 一双白色的短筒袜子 倒是干干净净的 我打量了他一下 发觉他的身段还未出挑的周全 略略平抬 面皮还泛着些清白 可他的眉间 却蕴藏着一股 令人见之旺俗的水袖 见了我 一半静低着头 黏韵甜甜 喷有一股叫人疼脸的态局 一顿饭下来 我怎么逗他 他都不大答得上枪来 一味含糊地硬着 倒是郭枕在一旁忙着 一会儿替他拈菜 一会儿替他侦查 只耸着我跟他聊天 嗯 他就这么个人 这么别扭 郭枕到了后来 急躁地指着朱青说的 他 他跟我还有话说 见了人却成了哑巴 师娘这儿又不是外人 也这么出不得众 郭枕的话说得暴躁了些 朱青扭过头去 修得满面通红 算了 我看着有点不过意 忙止住郭枕道 朱小姐头一次来 自然有点拘泥 你不要去戳他 吃完饭 还是你们两个人 去游选武服吧 那儿的荷花 开得正盛呢 郭枕是骑了他那辆 十分招摇的新摩托车来的 吃完饭 他们离开的时候 郭枕把朱青扶上了后座 帮着他系上了他那块 黑丝头巾 然后跳上车 轻快地发动了火 向我得意洋洋地挥了挥手 搜的一下 便把朱青带走了 朱青围在郭枕身后 头上那块丝巾 吹得高高扬起 看着郭枕对朱青那次形容 我知道 这次他果然认了针了 有一次韦诚回来 脸色沉得很难看 一进门便对我说道 郭枕那小伙子 越来越不像话 我没料到 他竟是这样一个人 怎么了 我十分诧异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 韦诚说过郭枕 一句难听的话 你还问得出呢 你不是知道 他在追一个 金灵女中的学生吗 我看 他这个人 谈恋爱谈混了头 经常闯进人家学校里去 也不管人家再上课 就去引逗那个学生出来 这还不算 他在练机的时候 竟然飞到金灵女中的上空 在那打转子 惹得那些女学生 都从课室里伸出头来看热闹 人家校长告到我们总部来了 成个什么体统 一个飞行员 这么轻狂 我要重重地处罚他 郭枕被寄了过 隔出了小队长的职务 当我见到过诊时 他却对我解释他 师娘 不是我故意犯规 惹老师生气的 是朱青 把我的心拿走了 真的 师娘 我在天上飞 我的心 都在地上跟着他呢 朱青 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女孩 就是有点怕生 不大会焦急吧 现在学校把他开除了 他老子娘 从重庆打电报来 逼他回去 他死也不肯 和他们也闹翻了 他说 他这辈子跟定我了 现在 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客栈里 还没有着落呢 傻子 我摇头叹道 没想到 聪明人谈起恋爱来 也会变得 这般糊涂 即使这么吃 两人结婚算了 师娘 我就是要来和你商量这件事 我要请你和老师 做我们的主婚人呢 郭枕满面光彩地对我说 郭枕和朱青结婚以后 也住在我们仁爱东村里 郭枕有两个礼拜的婚假 本来他和朱青打算到杭州去度蜜月的 可是还没有去成 猛然间 国内的战事便爆发了 伟成他们那个大队被调到东北去 临走的那天早上才蒙蒙亮 郭枕便钻进我的厨房里来 我正在生火替伟成煮炮饭 郭枕披着剑军外套 头发蓬乱 两眼全是红血丝 胡须也没涕 一把转住我的手 嗓子沙哑地对我说 师娘 这次无论如何 要拜托你老人家了 晓得了 我打断他的话 你不在 自然是我来照顾你老婆了 师娘 郭枕还在续道 朱青不大懂事 我们空军的许多规矩 他不是明了 你要当他自己人 多多教导他才好 使了 我笑道 你师娘 跟着你老师在空军里混了这十来年 什么没见过 不知道多少人 从我这里学了乖去呢 朱青又不笨 你等我 慢慢来开刀他 伟成和郭枕 他们离去后 我收拾下屋子 便走到朱青家去探望他 公家配给郭枕他们的宿舍 是一栋小巧的木板平房 他们搬进去以前 郭枕特别找人粉刷油漆过一轮 挂上一些新的门帘窗漫 相当起眼 我走进他们的房子里 看见客厅里还是新房般的打扮 桌子 椅子上堆满了红红绿绿的鹤鲤 有些包裹上为拆封 桌子根下却围着一转花篮 那些玫瑰见蓝的花苞开得十分新鲜 连凤尾草也是碧绿的 墙上那些洗账也没有收取 郭枕同学送给他的一块乌木烫金的金扁 却悬挂在厅的中央 写着白头偕老 朱青在他房里 我走进去他也没有听见 他歪倒在床上 脸埋在被窝里 丑丑答答地哭泣着 他身上仍旧穿着新婚的艳色丝旗袍 心烫得头发柔乱了 发尾子枝丫般的硬声张着 一床绣满五彩鸳鸯的丝背面 叫他揉搓的全是皱的 在他脸庞背面上 却浸着一大块碗大的湿蕊子 他听见我的脚步声 静坐了起来 只叫出一声湿娘 便只有哽咽的份了 朱青满面青黄 眼睛肿得眯了起来 看着郁家消瘦了 我走过去 替他抿了一下头发 搅着一把热毛巾递给他 朱青接过毛巾 把脸捂住 又重新地哭泣起来 房子外头不断地还有大卡车和吉普车 在拖拉行李 铁链铁条撞击的声音非常刺耳 村子里的人正陆续启程上任 时尔女人尖叫 时尔小孩啼哭 显得十分慌乱 魏程和郭枕他们一去 便了无踪迹 忽儿听见他们调到华北 忽儿又来信飞到华中去了 几个月来 一次也没回国家 这个期间 朱青常常和我在一起 有时我教他做菜 有时我教他吃毛衣 也有时 我教他玩几张麻将牌 这个玩意儿是万灵药 我笑着对他说 有心事 坐上桌子 红白板一混 什么都忘了 朱青结婚后 放得开多了 可是仍旧腼腆 却生 除掉我这儿 村子里别家 他一概没有来往 村子里那些人的身世 我都知晓 渐渐地 我也捡一些 告诉他听 让他熟悉一下 我们村里那些人的生活 你别错看了这些人 我对他说 他们背后都经过了 一番的历练了 像你后头那个周太太吧 她已经嫁了四次了 她现在这个丈夫 和他前头那三个 原来都是一个小队里的人 一个死了 托另一个 这么轮下来 他的那些丈夫 原先又都是好朋友 对他也算周到了 哦 对 还有对过那个徐太太 他先生 原是他小叔 徐家两兄弟 都是十三大队里 哥哥没了 弟弟顶替 原有的几个孩子 又是叔叔 又是爸爸 好久都交不清楚呢 可是 他们看着 还有说有笑的 周青望着我满面疑惑 我的姑娘 我笑的 不笑 难道叫他们哭不成 要哭 也等不到现在了 郭枕离开后 周青一步远门也不肯出 天天守在村子里 有时我们大伙上夫子庙 去听那些姑娘们清唱 周青也不肯跟我们去 他说他怕错过 总部打过来电话 传郭真的消息 一天日里 总部有带信来说 尾城那一队经过上海 有一天多好要停留 可能赶到南京来 周青一早便跳出跳进 忙着去买了 满满两篮子菜回来 下午我经过他门口 看见他穿了一身 蓝布衣裤 头上系了一块旧头巾 站在凳子上洗窗户 他人又矮小 踮起脚还够不着 手里却揪住一大块抹布 挥来挥去 全身的劲儿都使出来似的 朱青 那上头的灰尘 郭真看不见的 我笑着叫道 朱青回头看见我 红了脸 善善地说道 嗯 不知怎的 才几个月 这房子变旧了 洗也洗不干净 半晚时分 朱青过来邀了我一块 到村口 搁军用电话的那间房 去等消息 总部那边的人 答应六七点钟 给我们打通电话 通消息 朱青洗过了 换上一件 性黄色的薄绸长衫 头上还扎了一根 苹果绿的丝带 嘴上也抹了一些口红 看着十分清新可洗 起初朱青还非常开心 跟我有说有笑 到了六点多钟的光景 她便渐渐地紧张起来了 脸也崩了 声也尽了 她一边织毛线 却时不时地抬头 去看桌上的那架电话机 我们左等 右等 直到九点多钟 电话铃 才响了起来 朱青搜地跳起来 怀里的绒线球滚得一地 急忙向电话奔去 可是到了桌子边 却回过头来 向我声音颤头地说道 师娘 电 电话来了 我去接过电话 总部里的人说 韦成他们在上海 只停留了两个小时 下午五点钟 已经飞到苏北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朱青 朱青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 她呆站着 半少没有出声 脸上的肌肉 却微微地在抽搐 我们回去吧 我向朱青说道 我们走回村子里 朱青一直默默地 跟在我后面 走到我门口时 我对她说 莫难过了 他们的事情 很没准的 朱青扭过头去 用袖子去抹眼睛 嗓子哽咽得很厉害 别的没什么 只是 今天又空等一天 我把她的肩膀 搂过来说道 朱青 师娘有几句话 想跟你讲 不知你要不要听 飞匠的太太 不容易当 二十四小时 那颗心都挂在天上 哪怕你眼睛 朝天空望出雪来 那天上的人 未必知晓 他们呢 就像那些铁鸟 忽而飞到东 忽而飞到西 你抓也抓不住 你嫁进了我们 这个村子里 朱青 莫怪我讲句老实话 你就得狠起心肠来 才担得起 往后的风险呢 朱青 眼泪模糊地 瞅着我 似动非懂地 点着头 我扳起她的下颚 笑着探头 回去吧 今晚 早点上床 民国 三十七年的冬天 我们这边的战事 已经处处失利了 北边 一天天吃紧的大 我们村东里 有好几家人 都遭了凶训 有些眷属 天天到庙里 去求神拜菩萨 算命的算命 蘑菇的蘑菇 我 向来不信 这些鬼鬼神神 为成久不来信 我便要隔壁临舍 来乘桌摸牌 熬个通宵 定定神 有一晚 我跟几个邻居 正在斗牌 住在朱青对过的 那个徐太太 跑过来 一把将我拖了出去 上妻不接下气地告诉我说 总部刚来通知 郭枕 在徐州出事了 飞机和人 都跌得粉碎 我赶到朱青 里面已经黑压压 挤满了一屋子的人 朱青 歪倒在一张靠椅上 左右一边一个女人揪住 她的绑子 把她紧紧按住 她的头上 扎了一条白毛巾 毛巾上红硬硬地 亲着巴掌打一块血迹 我一进去 里面的人便七嘴八舌地告诉我 朱青刚才一得到消息 便抱了郭枕一套制服 往村外跑去 一边跑 一边嚎哭 口口声声说 要去找郭枕 有人拦她 她便乱踢乱打 刚跑出村口 便一头撞在一根电线杆子上 额头上碰了一个大洞 刚才抬回来 连声音都没有了 我走到朱青跟前 从别人手里 接过一碗姜汤 用铜勺 绕开她的牙 扎实地灌了几口 她的一张脸 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 一块白 一块红 血汗斑斑 她的眼睛睁得老大 目光 却是涣散的 她没有哭泣 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 却一直开合着 喉咙头不断发出 一阵阵阵尖细的声音 好像一只虾耗子 被人踩得发出 吱吱的惨叫来一般 我把那碗姜汤灌完了 她才渐渐地收住目光 有了几分之灵 朱青在床上病了许久 我把她挪到我屋子里 日夜守着她 有时连我打牌的时候 也把她放在眼前 我怕走了眼 她又去寻短剑 朱青啊 整天顺着在床上 也不说话 也不吃东西 每天都有我 强灌她一点汤水 几个礼拜 朱青便瘦得 只剩下一把骨头 面皮死灰 眼睛凹成了两个大窟窿 有一天我喂完她 便坐在她床檐上 对她说道 朱青 若说你是为了锅枕 你就不该这般做见自己 就是锅枕在地下 知道了也不能心安呢 朱青听了我的话 突然颤巍巍地 挣扎着坐了起来 朝我点了两下头 冷笑道 她知道吗 她跌得粉身碎骨 哪里还有知觉 她倒好 轰得一下便没了 我也死了 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 朱青说着 面上似哭似笑地扭曲起来 非常难看 守了朱青各把月 自己都差不多累倒了 新儿 新儿她老子娘 却从重庆赶了来 她老子看见她一句话都没说 她娘却狠狠地催了一口 该呀 该呀 该 我要她 莫加空军 不听话 落得这种下场 说着 便把朱青 蓬头垢面地 从床上扛下来 用板车连铺盖 一起拖走了 朱青才走了几天 我们也开始逃难 离开了南京 来到台北这些年 我一直都住在长春度 我们这个眷属区碰巧 又叫做仁爱东村 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 却毫不想干 里面的人四面八方 牵来的都有 以前我认识的那些 都不知道分散到哪里去了 幸好这些年来 日子太平 容易打发 而我们空军里的康乐活动 却并不属于 在南京时那么频繁 今天平剧 平天舞蹈 逢着节日新鲜 我也常去 那些晚会上凑个热闹 有一年新年 空军新生社 举行游艺晚会 有人说历年来 就这次最举规模 有人送来两张门票 我便带了隔壁李家念中学的 那个女儿 一同去参加 我们到了新生社的时候 晚会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 有些人挤坐一堆 在抢着摸彩 可是新生厅里 却是个音乐悠扬舞蹈开始了 整个新生社 塞得寸步难以 男男女女 大半是年轻人 大家嘻嘻哈哈的 热闹得不得了 厅里飘满了 红红绿绿的气球 有几个穿了蓝色制服的 小空军 拿了烟头 烧得那些气球 砰砰啪啪 乱炸一顿 于是一些女人 便趁势尖叫起来 夹杂在那些 混叫混闹的小伙子中间 我的头都发晕了 好不容易才和李家女儿 挤进了新生厅里 我们倚在一根柱旁 观看那些人跳舞 那晚 那晚他们弄来 空军里一个大乐队 总有二十来人 乐队的歌手也不少 一个个上来 一缕风流 唱了几个流行歌 却吓到舞池和他们 相识地跳舞去了 正当乐队里那些人 敲打得十分卖劲地当 有一个衣着 分外妖娆的女人 走了上来 她一站上去 底下便是一阵 轰雷般的喝彩 她的风头 好像又比众人 不同一些 那个女人 站在台上 笑吟吟地 没有半点修态 不慌不忙 把麦克风调了一下 回头向乐队一示意 便唱了起来 秦婆婆 这首歌是什么名字 李家女儿问道 她对流行歌 还没我在行 我的收音机 一向早上开了 睡觉才关的 东山一把青 我答道 这首歌我熟得很 收音机里常收到 白光灌的唱片 倒是难为那个女人 却也唱得出 白光那股 懒洋洋的浪荡劲 她一只手 粘住麦克风 一只手 却一静满不在乎地 挑弄她那一头 像只大鸟窝似的头发 她翘起下巴 一字一句 清清楚楚地唱着 东山哪 一把青 西山哪 一把青 狼有心来 魅有心 狼呀 咱俩 好成亲呢 她的身子 微微向前后面晃着 晃过来 晃过去 然后秃得一股劲 好像心窝里 蹦出来似的畅当 哎呀 哎呀 狼呀 咱俩好成亲呢 唱过门的当 她便放下麦克风 走过去 从一个乐师手里 拿过一双铁锤般的敲打器 支支叉叉地敲打起来 一面却在台上 踏着伦巴舞步 颠颠倒倒 扭得颇为梦荡 她穿了一身透明 紫砂散金片的旗袍 一双高跟鞋 足有三寸高 一扭 全身的金锁片 便闪闪发起光来 一曲唱完 下面的喝彩声 足有半颗时辰 于是 她又随意唱了一个 才走下台来 即刻便有一群小空军 迎上去把她拥走了 我还想站着听几个歌 李家女儿却吵着 要到另外一个歌厅 去摸彩去 正当我们挤出人堆 离开舞池的岛 突然有人在我身后 抓住我的膀子 叫了一声 师娘 我一回头 看见叫我的人 赫然是刚才在台上 唱东山一把青的 那个女人 来到台北后 没有人再叫我师娘了 各个都叫我秦老太 许久没有听到这个称呼 木然间一场耳声 师娘 我是朱青 那个女人笑隐隐地望着我说道 我朝她上下大量了半天 还没来得及回话 一群小空军便跑来 吵嚷着 把她夹去舞蹈 她把他们推开 凑到我耳根下说道 你把地址给我 师娘 过两天 我接你到我家去打牌 现在我的牌张 铁链高了 她转身时 又笑吟吟地 敲声对我说道 师娘 刚才我也是老半天 才把你老人家认出来呢 从前看惊喜 吴子叙过昭关一夜 便急白了头发 那时我只知道戏里那样作罢了 人的模样 哪里就变得那么厉害 那晚回家洗脸的当 往镜子里一端下 才猛然觉得 原来自己也撒了一头霜 难怪 连朱青也认不出我来了 从前逃难的时候 只顾逃命 什么事都懵懵懂懂的 也不止白天白日 我们撤到海南岛的时候 被撤变硬摸了 可笑 她在天上飞了一辈子 没有出事 坐在船上 却硬生生地 病故了 她染了利己 船上害病的人多 不够药 我看着她害着利己 害得脸发黑了 她一断气 船上水手 便把她用麻袋抛起来 和其他几个病死的人 一起丢到海里去 我只听着砰一下 人便没了 打我嫁给伟成那天起 我心里已经盘算好以后 怎样去收她的尸骨了 我早知道 像伟成他们那种人 是活不过我的 倒是没料到 末了连她尸骨也没收着 来到台湾 天天忙着过火 大陆上的事 竟逐渐淡漏 老实说 要不是在新生社 又碰见朱青 我是不会再想起她来的 过了两天 朱青果然拆了一辆计程车 带张条子来接我去吃晚饭 原来 朱青就住在信义路四端 另外一个空军眷属区里 那晚还有她其他的客人 是三个空军小伙子 大概周末从桃园基地 来台北度假的 他们也顺着朱青 换叫我师娘起来 朱青指着一个白白胖胖 像个面包似的矮子 向我说道 这是刘骚包 师娘 回头你瞧她打牌时 那副狂骨头样就知道了 那个姓刘的便凑到朱青 跟前嬉皮笑脸的嚷道 大姐 难道我今天又撞着你了 现在还没有半句好话呢 朱青只管痴痴地笑着 也不去理她 又指着另外一个瘦黑瘦黑的男人 说道 她 开小儿科医院的 师娘只管她叫王小儿科就对了 她和我们打了这么久的麻将 就没胡出一副体面的牌来 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鸡河大王 那个姓王的笑歪了嘴说道 大姐的话先别说绝了 回头上了桌子 我和老刘上下手 把大姐夹起来 看大姐在赌厉害 朱青把面一扬 冷笑道 哼 别说你们这对宝器 再换两个厉害的来 我一样有本事叫你们输的 当了裤子 才准离开这儿呢 朱青穿了一身布袋装 肩上披着件红毛衣 绣管子甩荡甩荡的 两桶膀子却露在外面 她的腰身竟变得异常风圆起来 肤色也细致多了 脸上画得十分入实 本来就一双天生的 水盈盈的眼睛 此刻顾盼间 露着许多风情似的 接着朱青又替我介绍了 一个二十来岁 叫小姑的年轻人 小姑长得比先前 那两个体面得多 绰壮的身材 浓眉高鼻 人也厚实 不像那两个那么嘴花 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时候 小姑一静跟在她身后 替她扳桌挪椅 听她指挥 做些重事 不一会儿我们入了席 朱青便端上了头一道菜来 是一盆清蒸拳机 一个琥珀色的大瓷碗里 盛着热气腾腾的 一只大肥母鸡 朱青一放下碗 那个姓刘的便跳起来 走到小姑身后 直推嚷着她说道 小姑快点吃 你们大姐 炖鸡来补你了 说着她便跟那个姓王的 笑得发出了怪声来 小姑也跟着笑了起来 脸上却十分尴尬 朱青抓起茶几上 一顶船行军帽 迎着姓刘的头都打过去 姓刘的便抱了头 绕着桌子窜逃起来 那个姓王的拿起汤勺 扰了一条鸡汤送到口里 然后舔唇扎嘴地叹道 嗯 小姑来了 到底不同 大姐的鸡汤 炖得像下了蜜糖似的 朱青丢了帽子 笑得挖了腰 向那个姓刘的 和姓王的指点了一顿 咬着牙齿横的腰 另一个挨刀的 框了大姐的鸡汤 居然还吃起大姐的豆腐来 大姐的豆腐 自然是留给我们吃的了 姓刘的和姓王的齐声笑道 今天要不是师娘在这儿 我就要说出好话来了 朱青走到我身边 一只手扶在我肩上笑着说道 师娘 你老人家墨见怪 原是啊 我招了这群小弟弟 来伺候你老人家八圈的 哪小的这几个鬼头 平时被我挂坏了 嘴里没事没事 胡说起来 朱青用手戳了一下 那个姓刘的额头说道 就是你这个骚包 最讨人嫌 说着便走进厨房去了 小顾也跟了进去 帮朱青端菜出来 那饭我们吃了多久 那饭我们吃了多久 姓刘的和姓王的 便和朱青说了多久的风凉话 自那次以后 隔一两个礼拜 朱青总要来我家 接我去他家 可是见了他那些数回 过去的事 他却一句也没有提过 我们见了面 总是忙着搓麻将 朱青告诉我说 小顾什么都不爱 唯独喜爱这几张 他一放了假 从桃园到台北来 朱青就四处 去替他刀搭子 常常连他巷口那家 杂货破店的 一品香老板娘 也拉来了凑脚 小顾和我们打牌的当 朱青便不入局 他总端着张椅子 挨着小顾身后坐下 替小顾点张子 他翘着脚 手肘搭在小顾肩上 嘴里不停地哼着歌 又是什么探食声 又是什么怕黄昏 唱出各式各样的名堂来 有时我们打多久的牌 朱青便在旁边哼多久的歌 你几时学会这么唱歌了 朱青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 我记起以前 他讲话时 声音都怕抬高些的 还不是刚来台湾 找不到事 在空军康乐队里 混了这么多年学会的 朱青笑着答道 秦老太 你还不知道呀 一品香老板娘笑道 我们这里 都管朱小姐叫赛白光呢 老板娘又拿我来开胃了 朱青说道 快点用心打牌吧 回头疏脱了底 又该你来闹着熬通宵了 遇见朱青才是三四个月的光景 有一天我在信义路东门市场买卤味 碰见一品香的老板娘在那办货 他一见了我 就一把抓住我的膀子叫道 秦老太 你听见没有 朱小姐那个小姑上礼拜六 出了事了 他们说就在桃园的飞机场上 踩起飞几分钟 就掉下来 我并不知道呀 我说 一品香老板娘叫了一辆三轮车 便和我一同往朱青家去看她 一路上一品香老板娘自说自话 刀等了半天 这是怎么说呢 好好的一个人 一下子就没了 那个小姑呀 在朱小姐家里出入 怕总有两年多了 初识朱小姐说是 她干弟弟 可两个人那样 没来眼去 看着又不像 我们巷子里的人都说 朱小姐爱吃童子鸡 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 谁能怪她呀 像小姑那种性格的男人 对朱小姐真是百依百顺 到哪儿去找 我替朱小姐难过 我们到了朱青家 按了半天铃 没有人来开门 不一会儿 却听见朱青隔着窗子 向我们叫道 师娘 老板娘 你们进来呀 门没有插上呢 我们推开门 走上她客厅里 却看见原来朱青 正坐在窗台上 穿了一身粉红色的 愁睡衣 捞起了裤管 翘起脚 在脚指甲上 涂扣单 一头的发卷子 也没有卸下来 她见了我们 抬起头笑着 我早就看见你们两个了 指甲油没干 又不好穿鞋子 走出去开门 叫你们好等 你们来得正好 少我才炖了一大锅 糖醋蹄子 正愁没人来吃 回头对门 鱼奶奶来还针线 我们四个 正好凑一桌麻酱 说着鱼奶奶便走了进来 朱青芒从窗台上跳下来 收了指甲油 对一品香老板娘说道 老板娘 麻烦你替我摆摆桌子 我进去端菜来 今天都是太太们手脚快 吃完饭 起码还有二十四拳好搓 朱青进去厨房 我也跟进去帮个忙 朱青把锅里的糖醋蹄子 倒了出来 又架上锅头 炒了一味豆腐 我站在他身旁 端着盘子 等着替他盛菜 小姑出了事 师娘该听到了 朱青一边炒菜 头也没有回 便对我说道 嗯 刚才一品香老板娘告诉我了 我说 小姑这里没有亲人 她的后事由我和她几个同学料理清楚了 昨天下午 我才把她的骨灰运到碧檀公墓下了葬 我站在朱青身后 瞅着她 没有说话 朱青脸上没有湿脂粉 可是看着还是异样的年轻爽老 全部像个三十来岁的妇人 大概她的双颊风雨了 肌肤也紧滑了 岁月在她的脸上 好像刻不下痕迹来了似的 我觉得虽然我比朱青还大了一大把年纪 可是我已经找不出什么话来可以开导她的了 朱青利落地把豆腐翻起了 便起了锅 然后扰了一瓢 送到我嘴里 笑着说道 师娘尝尝 我的麻婆豆腐可够味了没有 我们吃过饭 朱青便摆下马匠桌子 把她代客用的那副苏州竹子牌拿了出来 我们一坐下去 头一盘 朱青便撂下了一副大三元来 朱小姐 一品香老板娘嚷道 你的运气这么好 该去买爱国奖券了 你们且试着吧 朱青笑道 今天呢 我的凤头又要来了 八圈上头 变成了三规一的局面 朱青面前的筹码 堆到鼻尖上去了 朱青不停地笑着 嘴里翻来覆去地 唱着她常爱唱的那首 东闪一把青 隔不了一会儿 她便哼出两句 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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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呀 菜花 要趁早呢 吃着 吃着 儿子 精明 草 糖 零 甜 黄 糖 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